就在官方宣布放宽入境政策后 大批被疫情憋坏的香港人 立刻把旅游目标锁定 也将恢复免签证自由行的日本 不少人立刻启动长机票 国泰网站夜晚失车 唯有大量的顾客要等几分钟才进入到去 不少人好不容易挤进航空公司网站 香港飞东京机票已经胜没几张 国泰航空表示 因应市场需求 从11月开始会恢复每天往返东京的航班 12月会再提供每周四班往返扎航的航班 不过有业者认为 航空公司增加机位的速度 短时间会跟不上市场需求 除了抢机票 想出国的香港民众也开始检查护照 有没有过期 香港入境处预约更换护照的网页 也在宣布放关入境政策后 出现系统操作繁忙 无法登入的状况 TVBS新闻交换我李明珍 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